歡迎觀眾朋友 各位收看我們節目的現場 來自民鄉鄉有關藝文方面的消息 創辦協志工廠跟民鄉文教基金會的董事長賀民宗 不僅是熱愛的藝術 竟是推動各行上官主委提升帝鄉的藝文外列 你以自己的75歲回國外甸 是民鄉都市館中心規模的修長展覽 典現特殊的意義 在最後的規模議室 雖然賀民宗、董事長因為感冒沒辦法參加 但是現場一樣有很多藝文的朋友前來很好 貌貌的花籃是來自家裏地区藝文界的很好 這是賀民宗75歲後外甸開幕的現場 雖然賀民宗當市長本人因為感冒沒辦法前來 但現場出席的貴賓一樣是欺貌電南現場 離這場電南當時是民鄉都市館 精修一奧中心開幕的修長華東 一共有本來有七八十五 但是我們現場只有展了三十幾畫 我跟他說可以分齊付款分 這兩次去電南 看看他的畫風 每一年都有很大的進步 對民勇 嘉義縣最大的鄉鎮 藝文的氣氛帶動很大 所以我們感謝民雄文教基金會的創會董事長何明宗先生 他也對我們這次 我們的圖書館的重建捐了一百萬 我們要特別謝謝他 何明宗當市長創辦到協志工廠 和民雄文教基金會 不只自己熱愛藝師對提供創立委會 去付出最大的力量 你這次是讓民雄創造多年 的個人開國 加上在民雄來頂張 所以是意義重大 那這個三個願望 就是說第一個他一生當中 第一個創立這個 協志高職 第二個是民雄文教基金會 第三個願望就是說 他要把這個藝文帶推廣 在嘉義縣過地區 那麼請這個畫畫的先進前輩來指導 再提升 所以這個三個願望 已經差不多要達成了 現場可以看到各國的風景 圍著是看出何明宗 喜愛如有 並重感動創造在為補充 你賺到民雄讀習館 中心開幕 何明宗也關注200個圍著 來為讀習館 作為因救的受眾 謝謝希望大家發明雄 鄉採訪報道